歡迎收看《逆蘭逆旅行的旅》 這集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看除了自助餐之外 疫情中郵輪上有什麼食物 這條影片由頭盤到甜品 總共有三十多四十款不同的菜式 不用額外付錢 都可以在所有的嘉年華郵輪上吃到的 我順便把這些菜的名字和賣相一起和大家分享 希望對點餐有疑問的朋友有些幫助 首先講講三款特色的凍湯 Stalberry Bisque Mango Creme 以及Peach Soup 三款湯的味道都是鮮酸甜甜 份量適中 有果味大果香 三款都同樣出色 但我最欣賞的就是蜜桃凍湯 Peach Soup 它中間有個好像迷你月餅一樣大小的啫喱 裡面有一些新鮮的土 吃起來又咬口 配上湯汁吃起來有些層次 雖然叫做凍湯 但它不是真的凍的 它是比室溫凍少少 大熱天使 尤其在上岸玩了一整天 晚餐頭盤的這個湯 真的很開胃 有朋友說 船上的餐牌選擇多 花多眼年 根據船上的隨司說 加連馬全公司的郵輪 都是共用一套餐牌 每隻船的主廚會根據季節 行程的長短 以及當地入貨的材料 來決定每水船的菜單 很多都是大同小異 受歡迎大眾化的菜式 例如沙律、漢堡包、意大利麵、 水果、咖啡、茶等 每日甚至每餐都有 即使它不寫在餐牌上 我們都可以同時應訂購 那究竟好不好吃呢? 其實口味的東西是因人而異 我個人認為 它整體的出品 都是接近fine dining 即是貴家西餐廳的水平 這裡的魚 不可以用香港清蒸石斑的要求 反正不要太粗糙糙 就可以接受 出色的就是有蝦、龍蝦味 那些菜式 它都不錯 爽口、彈牙、不會腥 龍蝦味 現在看這個是包賣的 就不需要額外付錢 在另一條影片裡 我會介紹一個 額外付錢的龍蝦味 大家到時對照一下 至於牛肉 就撞手臣了 Slow Cook Prime Rib 就一般 連時應都看不過眼 主動要求幫我換 我想就不是隨時的錯 可能那些材料不漂亮 我都沒有換到 對比之下 Fernay Mignon 就很棒 我叫三成熟 它真的剛剛好 很滑 沒什麼跟 其他的牛肉菜式 就是中規中矩 如果換轉在外面吃 肚子餓的時候 其實都很棒 全上就太多食材了 豬肉的菜式 這次就沒有印度 羊肉就有一款 是燒羊腿 普普通通 不算太差 值得一提 就是它的 羊蘑菇 stuff portobello mushroom 賣相漂亮 聞得夠軟 就吃起來有甜味 配菜配得好 如果不想餐餐吃肉 這個菜我覺得是必點的 好出色 船上的甜品 真的很好 彈呢 剛好我的Tiramis 賣相就一般 還有 Carnival Melting Chocolate Cake 焗得不夠火候 好像漿糊 表面就不脆 其他的都很漂亮 好正 吃完 還想再吃 其他的甜品 和甜品後面的Blunch 我就不逐一介紹了 在香港的朋友說 他們有些三天的Cruise 上面吃的就一般 大部分都是自助餐 我對比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好像差很遠 其實在伊水船 我吃得最好的一餐 就是在華視555度的扒房 吃的餐 每人加38元利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請留言 或者我又可以說一下 我在墨西哥三個城市裡的自由行 除了吃 也可以說一下玩 好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請大家留言 告訴我 你覺得這些片會不會太悶 或者你想看什麼 如果疫情不惡 的話 我今年還想去一下 洪都拉斯 百里茨 或者叫貝里斯 和墨西哥的科蘇梅爾 衷心感謝你們的收看 訂閱留言和點讚